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药材财经台为您直播的股市直击 我是淳子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药材证券事务总监郭思智 郭先生 来我们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情况 郭老师您好 你好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个盘面的盘面情况 股指目前是报3107.9点 涨11.95点 生成值是报10980.97点 涨108.04点 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 截至到目前为止 恒生指数是报24496.42点 跌了24.58点 国企指数是报11681.92点 涨了34.5点 郭老师今天早上的9点半 内地公布了15年1月份的通胀数据 那CPI同比的上涨是为0.8% 是达到了5年以来的新低 涨幅也是首次的低于1% 而PPI的跌幅也是持续的扩大 按年跌了4.3% 是超过了预期的3.8% 那郭老师你能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样的一组数据的出台 对AH股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9年应该是大概10月份吧 但其实那个CPI也是低于1%的 当然这几年下来的 经济曾经一度是走得比较好的 就是因为那个通胀就是太厉害了 所以中央政府早几年都一直拉紧那个流动性的 其实来说 最高的时候 那个银行的准备金曾经一度达到差不多20.5%的 当然最近来说 根据这个数字看起来 内地的那个消费的确是一点一点的 不断的不断的往下走的 就是等于说 经济不但是在那个一步一步的范茫 而且有机会碰到那个通俗的 变成来说 中央政府就关注到这一点 去年11月份已经把那个利息初步下调了 最近也进一步下调那个银行准备金 其实目前看起来 整体的经济的确是 面临了一个一步一步往下走的趋势 要是说 没有那个政策再出台的话 我想在农历年过后 整体的经济将会进一步变得比较差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年底之前 可能 我只说 可能有机会 那个利息还是会进一步往下调的 另外就是 过年之后回来 也会进一步下调那个银行准备金 目的就是 希望把那个流动性增加 从于那个刺激那个消费 刺激那个经济的增长 看起来 全年要达到差不多7.5%的经济增长 其实有一定的困难的 当然 中国国际的经济一向就受那个 出口内部需求跟那个固定投资 这三个板块去拉动的 固定投资其实来说 也没有什么头痛的地方 只要中央政府把基建多做一点点 其实来说 已经可以拉动那个需求 带动那个经济的增长了 可是信息下那个 出口跟内部的需求 我们是看到 暂时情况还是比较令人担心 尤其是经济的部分是比较慢 变成来说 消费者一般来说 也不太愿意去乱花钱了 应该可以这样说了 要是大家都停留在 多留一点现金在手的话 整个内部需求的市场 就会出现一点一点下行的风险 所以我想 近期来说 大家看到股市不是上升了很多吗 上升指数在这个几个月下来 已经上升了差不多50% 我想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的财富的效应 当然这个最重要就是到最后赚了钱 希望就是拉动那个经济的增长 我们看看美国股市好不好 那个倒行市指数 在金融海啸以后 最低见过6469点 这几年下来 近期最高见到18103点 差不多占了三倍了 其实来说股市的上升是有一定的财富的效应出来的 当然有一定的财富效应就可以刺激那个消费 有消费经济一定可以增长 要是说股市占的比较快 比较厉害 当然是充满那个投机的 可是要是说经济一点一点的增长 而且股市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理性的上升 的确是对整体的经济 对内部需求来说 是有相当的正面的影响的 还有一个出口就要看看人民币的汇价是怎么样 要是说人民币汇价还是比较 像现在比较高的 我想出口哪一板块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变成来说 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的汇价 可能还是会有3-5%的下调 就等于说 希望通过政策 通过一些措施 令到那个出口内部需求 跟固定投资这三个板块 能够做得好一点点 从而拉动整体国家的经济 能够维持在7.5%左右的增长 这个是大前提 当然 最近来说 要摆脱进一步下险的风险 最坏的就是把那个银行准备进下调 下调那个利息 这两个处施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当然 比较好的数字 我想还是要等到 第二月份 三月份 稍后我们才看到了 这一分钟 我觉得暂时来说 有一点点的担心 可是我相信中央政府应该有政策去扶持的 所以我并不担心那个经济是为远折路 反而我觉得是为Soft Lending 就是远折路的 那龙利的新年也是马上快到了 那么投资者最近的入市抑郁就是相对的比较弱 那股市的交投也是非常的淡尽 那横指也是连续的两日反复去向不明 那一方面是受到美股反弹的这样一个提振 那一方面又受到内地股市调整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郭老师 那港股的疲弱的这样一个情况 大概会持续多久呢 我想还是有一点时间 大家看到了 二月份的股市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明的 刚才也说得到 就是说 因为现在恒生死的时候是刚刚跌圈了那个十天线 其实今早曾经一度跌圈了二十天线 总的来说 它要是往下升一百点 一百点就是有出现一个错误的生破 要是下调一百点就会跌圈了 这个二十天线 等于说 根本那个上升跟下跌 其实来说还是不明的 二月份的股市虽然暂时还是个先低而后高 低位是二号的两万四千三百二十四点 高位暂时来说就是五号的两万五千零四十八点 由于一个月的高跟低位 一般来说是不会在一个新池之内出现的 就等于说 要是这个波幅七八二十四点 也不能满足这个月的要求的话 就等于说往后 恒生死的时候 要不是升破两万五千零四十八点 就是跌圈了两万四千三百二十四点 因为每一个月都有差不多大概一千点的波幅的 就像一月份股市是从低位往上升到一千六百八十二点了 二月份当然有一个农历年价 所以我并不预计股市会要占得太厉害 可是暂时来说虽然指数是跌圈了十天仙 可是它还是在二十天仙中间走来走去 变成来说你说股市是反复不明是对的 可是你说它走得太差 我想暂时也看不到 总的来说还是在等待变化 不过最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月的低位 二号的两万四千三百二十四点 因为恒生死的时候 只有一致稳守在这个水平以上 二月份的股市还是能够保持在先低后高的走势之下的 当然要是恒指少了跌圈了两万四千三百二十四点 这等于说这个月的股市将会转为先高二后低 那情况就不太好了 毕竟从去年十二月份十七号的低位 两万两千五百三十点 上升到上个月二十七号的高位两万四千九百九十五点 恒指已经上升了两千四百六十五点 经过这个大幅度的上升 六个星期之内出现这么大的升幅 稍微整过两到三个星期是很正常的 要是说经过两千四百六十五点的上升 指数稍微低渐回调到两万四左右水平 我也觉得很正常的 所以暂时来说 我们先看看 恒指会不会在进一步跌圈二十天先 要是二十天先也失手的话 做好一点风险管理就比较好一点点 感谢郭老师为我们做出的分析 也希望郭老师的分析可以帮助到大家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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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